现在四点变来家 想尽办法除了放生 为他们超度 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这个地方也一直在建设 一直在改进 现在各位进来这么干净 大家的努力 所以把这个地方弄得像道场一样 第五 禅定 意及心不散乱 我们一心一意 对众生具有慈悲心 全心放生 禅定即在其中 所以各位培养了个心 一直想想要如何把我们快乐 或老顶快乐 或老板快乐 有行的快乐 无行的也快乐 你们家对面在买 你每天黏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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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我带你销业 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 特别放生的时候 一定在想这个事情 要如何让鱼快乐 要如何让他们有点吃 要如何让鱼快乐 像刚刚我们就在那边看到牛 我们就一直想说这条鱼要如何快乐 刚刚我一来 这时候在想办法做得比较大 鱼就给它分区 让它快乐一点 做不错 就一直在想这个 要禅定波罗蜜 心不离开慈悲心 最重要了 第六 来 智慧 最高的智慧是什么 般若的智慧 一切法必尽空 一切法必尽空 但是又不执着 所以我们做尽一切善法 不执着 但是善必有善报 但是我们这个善报 也创造这个因缘 来积更大的善 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刚刚在讲 生生世世的轮回 这些积都跟你结善缘了 因为你跟他结过善缘 以后你的夫妻子女 就是跟你结善缘 所以意思说 人的关系有善缘有恶缘 有来托责 有来结合缘 所以 但是你只要造了这个业 它一定会聚在一起 不可能不聚在一起 所以讨债还债 无债不来 所以我们一方面忏悔 放生就是还债 难过去吃了多少鸡肉 牛肉 猪肉 所以我们趁现在 一直的还债 忏悔 然后就不结二缘 还一直跟他结善缘 所以义属公 人际关系有好好坏坏 要心甘情愿 好的我们喜福感恩 过去结好缘 不好的我们忏悔 过去我们跟他结不好的缘 你在一直怪他就没用了 你只要不断的忏悔回向 事情会赶快过去的 人受病苦 财务浩检 怨亲来饶 此逆增上缘 为成就我 更决 放生 怎可懈怠 冤亲债主来讨 是因他们苦 急需功德 助其脱离伤恶道 莫贪钱财 夜若消 福自来 人在生病的时候 乃是有好财鬼找你的时候 最新有人给你倒债 钱不还你 乃是旁边的人事物 干扰你 这个就是一个住院 不过这个住院是逆的 叫逆增上缘 这样你才会懂得 忏悔就忍辱 为了成就我们 所以要觉得说 那我要更积极放生 更积极修福报 放生是第一有力的 所以放生 整个懈怠怠 冤亲债主来找的时候 因为他们痛苦 所以不断放生 我们要施死 我们要做火供 烟供 不断地回向给他 所以他只要脱离恶道 那你就 轻松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多放生 多布施 因为呢 他们要功德 所以 我们的 莫贪钱财 就是 不能减 没关系 尽量地帮助 所以 夜落宵 福报就来了 很像这个鸡 有25块的 有100多块的 但是 放了以后 那各位要想办法 买飼料给他吃 我们要请这些菩萨帮忙 甚至 还买很多 围起来 要把配片弄好 将来怕台风 怕下雨 反正一直想办法 就是 这都是大家的布施 这个就是宵夜 鸡福报 来 所有功德 放生最大 一切罪恶 杀业 最重 一般淡季 终其一生 不断生淡 直到老了 病了 无法再生了 才会停止 生长基数 和抗生素的摧残 对于不能再生的 老母鸡们 人们抱雨的 不是一句感谢 而是将他们 视为一句句 不再有利用价值的躯体 以剑价 贩售掉这群老母鸡们 活下来的渴望 将心比心 法师与众人不忍 即使无法用言语 表达对他们 用生命付出的感谢 至少让他们 免受刀叉 安详晚年 在这一千只老母鸡们 来的前几天 适逢机场 为其只们换新的出康 让将来的一千只鸡 能有舒适的环境 接下来就是迎接一千只鸡的到来 货车抵达护生园 工作人员将老母鸡们 一拢拢地搬下车 注意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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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鸡出笼时 也贴心地为鸡儿们念佛号自福 请鸡出笼时 历经一身风霜 躲过死节的老母鸡们 出到护生园 好奇的张望 认识新环境 金黄色的出康 重获自由的提升 随着空龙子的增加 意味着重获新生的鸡儿 越来越多 经过长途的车程 口渴的鸡儿们看到水球 纷纷凑过去喝水解渴 吃饱喝足的鸡儿们 一只只聚集在电风扇前面吹点扇 感觉十分惬意 鸡舍两房的空地 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有的喜欢四处探险 有的喜欢水溢闲逛 有的喜欢躲在树荫下乘凉 或是挖一个符合鸡之 人体工学的洞享受土壤的温度 无不令人感受到他们的 惬意与生命力 还未来到这里之前 他们的每一天都为人口中的那一颗蛋 耗尽体力心神 接受无尽的药物和生长术 如今苦尽甘来 在今天感受到土壤的温度 太阳的温暖 以及树荫的凉爽 重新找回属于他们的生命 以及热爱这片土地的心 佛说众生皆有同等的佛性 成为母亲的众生也有同等的母性 当我们提倡孝道 孝顺自己母亲的同时 是否也能尊重他人的母亲 这群老母鸡们用生命养活如此多的人们 这些恩德也许不亦回馈 但只要你愿意发心 无论是金钱或人力上的支持 让这些老长辈们得以善终 皆是报佛恩母恩众圣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感谢你收看 打开护持生命电视台 有了生命电视台 很多人才可以认识佛教 了解伤保 了解断恶修缮改变利润的道理 找到慈悲快乐的人生 所以各位要透过各种管道 以金钱来护持生命电视台的运作 到银行 到邮局 到中心 或直接参加法会 或是成为劝募委员 乃至由劝募委员到你家里 来得到你的护持 大家一起来关心 生命电视台的运转 阿弥陀佛 柔软如眠的大词 广阔如海的大悲 海涛法师的大爱 邀您一起共同成就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基隆法王寺 举办传授八关灾戒 祭佛前大购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 1月19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礼拜慈悲三倍水颤祭护生 地点 基隆法王寺 地址 基隆市仁爱区 隆岸街 198项4弄17号 联络电话 02-2423-9448 02-2423-9448 访会备有消灾超见牌位 恭大众书写 欣逢弥勒菩萨圣诞 生命电视树林菩提讲堂 举办岁末迎春 福会祈愿法会 恭请战略法师领众 日期 1月24号星期五 晚上8点 点腕灯 即1080盏72小时莲花灯 即供问水 晚上9点30分 恭送阿弥陀经 护生 祭慈悲诗时 地点 新北市家庭运香合作社 地址 新北市泰山区 中港南路103号 你的电话 02-2688-5088 02-2688-5088 欢迎随喜护持 画博护持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 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传说中 从西元710年 奈良建都后 当时藤原市的守护神 便骑着白鹿 迁移到现今的春日大赦 自此 奈良的鹿 就一直从那个遥远的年代 一代一代扮演 安阳神席之今 成为奈良的标志 奈良的鹿被尊为神的使者 受到百般的呵护 并被原本称为天然的纪念物 不 在前往春日大赦的路上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四处自由走动 漫步在马路上 和那辆公园草地上 或趴或沃的路区 风天的路在天生保护机制下 皮毛底下多了一层过冬的脂肪层 使皮毛看起来有些杂乱 此时的路连脸都变圆了 鹿群平日的食物 除了那两公园内的草叶之外 还有特别为鹿群制作的鹿仙贝 提供游客购买卫视 鹿群背原料只有小麦米汤 不含任何的调味和油脂 是那两小路最爱的美食 没味道 好像是沒了一張 他們的耳朵好可愛喔 那兩谷都 累積多少煙雨風雲 只有小路們的悠悠漫步 跨越了時空洪流裡的動盪不安 為古都平添了一絲安然平和 有時空洪流裡的待不安 無錘進入海決的